半场人敌人防守指的是我们在攻防转换中 防守队员呢迅速退回半场 有序的找到自己防守队员的一种防守方式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对持球队员的防守 一般来说持球者都是擅长右手进攻的队员 那么我们在防守他的时候呢 我们要采取堵他的右手放他的左手 让他往他不擅长的手方向来运球 如果持球者恰好处于边路 那么我们采取的是堵截他的中路 放他的边路 让他往边路我们的夹击区来运球 对于弱侧队员的站位 我们如图所示 假设你持球队员与我防守队员之间 划一条虚拟的连线 那么我的防守位置应该站在这条连线的下面 靠近篮框的位置 我们不提倡防守队员站在虚拟连线之上 因为这样很容易造成防守队员的反跑 造成防守的失位 那么对于远端的协防者 我们建议他站在虚拟的篮框连线之上 也就是我们图中所画的黑线 远端的防守者应该尽量靠近连线 甚至站在连线上 能力强的防守队员 移动快的防守队员 我们建议他可以站过连线 增加防守威胁 能力较弱的防守队员呢 我们可以建议他稍微远离连线 靠近自己的防守队员 在我们防有球的时候啊 我们要防止运球队员 向我们的中路 拔球线三秒区来渗透 所以我们在防有球的时候 应该堵中放边 来防上来 对堵中放边防守 好剩下的队员呢 应该尽量防在球的下面 第一个处在协防的位置上 第二个把内线收拢 好吧 你往中间移动 手张开 防守的正确防守姿势 应该是一个手指球 一个手指人 好 这边同样 站在球的下面 一个手指球 一个手指人 好 现在是我们正确的 防有球侧 略微收拢 收紧 略微收紧 无球侧尽量收缩的一个防守位置 防守站位 当球向下转移 我们的防守位置应该有所调整 这个队员成了新的防有球队员 那他应该尽量贴紧 堵中放边 剩下的队员成为防无球队员 你的位置应该是什么 一个手指球 一个手指人 而不是指队一边 转背过来 一个手指球 一个手指人 好 球再往回传导 新的位置 好 再传导 再传导 随球调整位置 随球调整位置 让球传起来 让球传起来 对 若侧一个手指球 一个手指人 一个手指球 一个手指人 对 堵中放边 防球堵中放边 对 传导起来 传导起来 好 我们加快速度 逐渐加快速度 来 快 招呼起来 移动快 移动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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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很好 再来 再导 堵中放边 贴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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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球贴紧 好 停 当持球队员 进行突破的时候 我们就近的防守者 不要去做夹击和关门 而应该做的是 假斜防 延缓他的进攻速度 让我的队友 能够迅速地 跑回他的前面 然后回防自己的队员 如果突破者 能够成功地突破篮下 那么我们的斜防队员 应该是 离球最远的 篮下斜防者 由他来封堵 持球队员的上篮 好 在我们防守 持球突破的时候 当你防的队员 开始运球的时候 我们尽量减少 两个队员 去夹击一个队员的情况 我们夹击的区域 只在边线 那么一旦 他往中路突破的时候 我们采取的是假斜防 好 现在 六号队员运球 堵中放边防守 如果他 堵中放边防守失败 他向中路突破了 那么弱侧的队员 应该 向他靠拢 做一次假的延误 然后回防自己的队员 再防上来 你再防到前面去 防到前面去 好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向中路突破 假斜防 回去 传球 传球给他 好 往那边突破 向边路突破 假斜防 回去 回去 不要真的夹击 只做假的斜防 中路突破 假斜防 回去 对了 好 连贯起来 连贯起来 对 随着球调整位置 往那边 红红 对 中路突破 快一点 可以加快节奏了 对了 很好 我们假斜防 只是为了减缓 运球队员突破的速度 而不是真的去包夹他 来 连贯起来 快 加快速度 加快速度 对 突破加快速度 对了 很好 迅速回位 对 他一减速 就迅速回位 对了 对 假斜防 迅速回位 若侧同样 人球兼顾 好 停 好 在我们人定人的时候 当对手 采取空切的时候 我们同样 还是采取 堵他中路的原则 下面 九号队员开始空切 堵中路 放他底线 好 这是我们正确的 防守姿势 注意 在这边防守的时候 好 回位 回位 快点 这么防守的时候 应该是什么 首先你应该处于 人球兼顾的位置上 当看到他突破 来 站好 站好 站在这边 当看到他向中路 空切的时候 采取 向 空切进来 采取向内转身 顶住他 往底线走 对 很好 很好 一个手扶着他 好 采取这样的防守姿势 切记 指钉球 看 或者是指钉 自己的人看 这样的防守姿势 好吧 来 我们把 整个过程连贯起来 好 来 开始 空切 堵中 对了 防空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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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堵他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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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堵中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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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对了 用前转身 背人 很好 防溜底线 防他溜底线 弱侧收缩一点 不要跟那么紧 弱侧收缩一点 弱侧的人 队员收缩一点 弱侧队员向中收缩 对了 保护篮框 走 切走 向中收缩 向中收缩 保护篮框 对 走走 切快点 加快速度 切就切快一点 对 切就切快一点 对 堵中路 收缩一点 切齿龙 对了 很好 很好 人球要兼顾 人球兼顾 对 对 对 很好 弱侧收缩 弱侧收缩 不要那么紧 不要那么紧 请 刘成慧 好 停 对于外线队员之间的掩护 我们采取换防或者是穿过 我们不采取挤过和扰过 因为这样容易造成篮下的空档 好 当我们在防守外线队员之间的掩护的时候 我们采取的两个策略 第一个是穿过 第二个是扰过 好吧 为什么采取穿过和扰过呢 因为我们同样的想法主要是防止它往中路渗透 好吧 现在我们开始练习 对 采取穿过 很好 很好 刚刚他传球 采取穿过 对了 好 给球 掩护 注意人球兼顾 注意人球兼顾 若测注意人球兼顾 对了 这样能够看到掩护的队员 好 停 当中路被完全突破之后 来 运球突破 当中路被完全突破之后 我们采取最远端的队员 斜防 究竟队员封锁底线 然后进行一次换防 好吧 来 我们练习开始 回位 开始 对了 对了 好 突破 对 公投篮 再突破 对了 再出来 突破 对 封投篮 好 停 对于内线 给外线队员做的掩护 我们采取是追防 让他的外线队员 进来面对我们的 高大中锋 强行投篮 降低他的命中率 而这样呢 放他的内线队员 在外线投篮 降低他在内线的威胁 好 当遇到内线队员 给外线队员掩护的时候 我们采取 挤过 追防 把外线队员挤到 内线去 让内线队员 出来投篮 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好 下面练习开始 追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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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很好 传出去 来 再出来 再来掩护 很好 很好 对了 好 停 联防防守指的是 每个队员防守 一个固定的区域 当我所守的区域中 有对手的时候 我同时还要兼顾 这名对手的防守 常见的联防阵型 有23联防 32联防 212联防 212联防 131联防 好 在我们守23联防的时候 我们应该类似于 人定人防守 每个队员 既负责自己的区域 也盯好区域上的 对手 在这个区域上的队员 在兼顾罚球线的同时 应该兼顾 侧翼的前锋 这边的队员也是 兼顾罚球线 兼顾侧翼的前锋 在第一位的中锋 我们采取 如果强侧拿球 采取扰前防守 如果他不拿球 处于中间的位置 那你就站在原地防守 好 在我们防守 有球侧的中锋的时候 我们要始终采取扰前防守的姿势 球在中路 你应该堵他正面接球的位置 来 防好 防好 当球往边路发展 你应该防止他在下线接到球 好 传起来 让球传起来 扰前防守 对 再来 扰前防守 很好 再来 再来 对了 OK 联防中我们会遇到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在我防的区域中 没有对方的队员的时候 那么这时我应该做的任务就是 协防和帮助队友 第二个问题 就是当我防守的区域 有多名防守队员时 那么我应该分清主次 先防球 再防无球 在联防防守中 有一条不变的原则 就是干扰罚球线接球 保护我们的禁区 好 在我们的对手 占据了罚球线的侧应位置的时候 我们上线两名队员 应该尽量减少 他在罚球线接球的机会 好 开始 对了 先防球 防投篮 回来 回位 很好 OK 联防的防守阵型之间 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以我们守二三联防为例 当对手的中空 在罚球线接到球之后 我们的五号位内线 也应该上题 来保护我们的罚球线 保护我们的禁区 当对手做横向的 大范围转移球时 这时候因为我们上线 只占了两名防守队员 容易导致上线的防守空虚 那么如图二所示 我们会转变成三二联防 让底线的防守者上提 让上线变成三个防守者 同时 若侧的内线 扩出来防守 变成三二联防 对手在上线大范围转移球的时候 我们的联防可能会出现 滑不过来的情况 这时候我们需要底线队员 补防上线 变成三二联防 好 开始 对了 往那边 很好 上上 对 对 对 风投篮 很好 若侧保护篮下 出击底线 若侧保护篮下 OK OK